南区树德里的柳川清风水岸步道过去杂草重生 新人只能够在马路旁含汽车尊道 为此树德社区发展协会向都发局争取经费 把杂草清除后重铺地砖 将社区脏乱点变成民众散步休憩的清水步道 也称为地方的新亮点 宽敞的人行空间走累了就坐在砖椅上休息 南区树德里的柳川清风水岸步道 不只提供附近居民散步休憩的好去处 还能就近观赏河岸生态 现在做到后来 每一家伙大家走过后看到就骂路说 实在你们很辛苦 把这条做到真正实在 大家走过大家都骂路 以前是垃圾的实在没杂料说 现在很清晰 现在鱼衣服都会外 都在超市的 过去树德里大庆街二段附近的河岸两旁 杂草丛生还有人偷到垃圾 经过社区发展协会向都发局争取 补助22万元经费 加上志工们同心协力 并巧妙将河岸生态铺设在地砖上 这个纽川的旁边都是很脏乱 而且又是有很多的一些长者 他们爬过栏杆来种一些什么菜龟 哺啊一大堆的蔬菜 那相当的危险 后来我又跟水利局又反映 那后来我们社区 后来就在杜阿吉的时候提案 把这个计划把它写出来 第一个就是环境卫生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交通的便捷 社区的志工伙伴 大家来拼手底足 当然我们受训过 然后也教我们志工怎么铺设 所以依照受训的工法 把它铺设完成 这个是对地球很友善的一个 活作的一个施工联手专方法 地方表示步道全长260公尺 分成三阶段进行 以古樸红砖打造 完成第一阶段 总算不再让行人汉车争到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不到 好 好了